大慧菩萨就问世尊说为什么 说是你看延期 生 停不下来 住马上变 就是一眼 马上又灭 生住一灭 生住一灭 停不下来 这个世间是虚位 是无主 是做不了主的 我们所看的通通是虚妄 妄想 而我们就是在妄想里面 强迫自己执着 安利种种的知见 看法是非对错 以至于争论不休 一直到我们死亡 停不下来 那么 如果我们 能够明心见性 了悟极心极佛的道理 修行可就方便了 那天呢 我在这个 看这个新闻报道 我觉得这个例子蛮好的 有一个小孩子 他有点调皮 有一只野狗 跑到他的身旁 他用一条橡皮筋 用一条橡皮筋 把这只狗套 用橡皮筋套到狗的脖子 这狗呢 因为这个爪子啊 就没有办法 一条橡皮筋 套到脖子 橡皮筋紧 狗的脖子出 这橡皮筋呢 就一直慢慢慢慢往下 一直紧缩 这只狗的想尽办法 就是挣脱不了 狗的爪子不像人啊 狗的爪子不像人啊 因为它是一只野狗 看到人就跑 后来 这一条松颈带 这条橡皮筋 就一直下线 一直下线 就一直切割 这只狗的这个脖子 都开始一直流血 农 长农 长农 然后又一直深入 然后人 有心要帮助它 要抓它 要把这个橡皮筋拿掉 结果这只狗一直跑 讲这个故事有什么好处呢 这只狗就代表无名的众生 这条橡皮筋 就代表无名 众生被这个观念的无名卡住的时候 只要你没有听到正法 任凭你 世间任何一个圣能 都无能为力 除非佛教 除非佛法 我们一个人卡在一个观念里面 不了解 言生 阴命 假象 又在这个假象里面 安利种种的观念 落入是非对错 好坏 能说 一直挣脱不了 他也想办法要修行 也想办法要解脱 可是就是脱不了 这个洞 跳出来 跳到另外一个洞 这个洞 跳出来 跳到另外一个洞 他一直想要解脱 不晓得 本来就没有束缚 不需要解脱 他一直想要解脱 跳出来 跳到另外一个洞 这个观念 跳出来 又 跳到另外一个观念 我们无量解来 就是卡死观念 这条橡皮筋 要是 放到我们人类的这个脖子 在座主位 这条橡皮筋 要是 有人 恶作剂 把你 放到你的 这个脖子 你一下子 马上就拿掉 人 就表示有智慧的 意思就是说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卡死观念 不会卡死观念 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像 那像卡不住 观念卡不住 道须与流通 何以切智呢 这六徒讲的 如果讲要修道 这个道 自在 纵横自在 为什么会有障碍 通通来自于 这一面 无明的心 没有办法摆脱 这个错误的观念 不了解这个缘起 不可得的假象 因此想要挣脱 所以凡夫也束缚 修修佛道也束缚 他以为有圣道可修 断除妄想 从真妄 七向圣道 亦是邪 你想要断掉这个烦恼 增加你的妄想 能言经讲 达妄本空 妄本人就不存在 是因为你强迫自己执着 强迫自己妄想 强迫自己颠倒 强迫自己 有时候还不得不 为什么 无量节奏的习气推动着你 推动着你 所以啊 我们呢 所以要处理这个无明的事情 因此师父说过了 往生是现在的事情 不是灵命中的事情 就是这个道理 往生是现在的事情 现在的种种的无明分别颠倒 就要处理它 不能够说 你等到灵命中 我再来处理 你灵命中 你手忙脚乱 你根本就来不及 生命长一点 还有办法 还有一点时间 生命短一点 你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听经文法 还大智慧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 无明 就是我们生死烦恼的根本 修行 很多人都想修行 想要修行 但是方向错误 就非常严重 没有碰到 出示 大晟究竟隐瞒的方法 他就会一直 没有方向感 没有方向感 多少人念佛 念到后来 没有信心 多少人念佛 念到后来 执着 痛苦 烦恼 还是在 为什么 他没有 每一个人都想往生极乐世界 我也想往生极乐世界 多少人写信来 打电话 哎呀 我的念佛 念了 十几年 就是死不上力 总感觉缺少什么东西 佛号拼命念 佛也拼命拜 八十八佛也拼命拜 就是妄想 就是颠倒 就是烦恼 你没有误到 没有误到 有一次 修行错误是很可怕的 有一次我牙齿痛 牙齿痛 去到一间医院 这个医院有两个椅子 他刚好在看一个病患 快好了 这个医生对我很好 来呀 我一走进去 他就说 师父 你有什么问题呀 我说 我用左手的手指头 跟他讲 我的牙齿痛 只告诉他 这一颗 他一直很忙 他看了一下 很快我就跟你处理 这个人看完了 他恶话不说 很慈悲 麻醉药 就打上去了 这一打上去 哭哭哭 不知道哪一支痛 我已经告诉他很清楚了 说最后面那支痛 他把最后面的排行第二颗那支健康的牙齿 因为已经打麻醉药了 也不晓得哪一颗痛 反正就拔 就是了 反正我来牙科就是要拔牙 二话不说 我说你拔牙行不行 拜托我拔了三十几年了 拔整排都没问题 哇这么严重啊 来 好啦 嘴巴张开了 开始 哇就往那支健康的牙齿 哇一直切割啊 然后一直 咚 好了 我说 哦好快啊 你看 他说你看 牙医三十年不是干假的啊 啊 我说哎呀 谢谢谢谢谢谢 哎呀 就回去了啊 牙齿就包给我做纪念啊 哎 回去了 这麻醉药啊 退了 还痛 哇 奇怪啊 怎么会这么痛 哎呀 这牙齿明明拔起来了 后来一看 拔错牙了 哎呀 糟糕糟糕 后来我不敢去找这个医生了 就找另外一个医生 另外一个医生就是 哎 这个好 你这拔错牙 这颗健康的牙 我就把你当作佛牙设立来供养 哎 我就供养起来 再拔一次 哎 这个就告诉大家 修行方向错误 不但不能解决生死烦恼痛苦的 这些根本问题 而且还大大的危害 法身毁命 危害我们的法身毁命 因此寻找一个修行正确的方向 使我们做一个福利子 当务之急 我们不得不重视 正知正见 很重要的大善知识 你自己走 你走不出路线 搞不来 因此听经文化 引导诸会就特别的重要 那么我们分七天呢 要把它讲完 这个礼拜啊 讲三天 下个礼拜呢 讲四天 注意看啊 第三页 今天呢 我们要讲到二十页以上 顿悟入道 要门论 眷上 慧海禅师 住 那就是大诸和尚了 大诸和尚走了以后呢 人家就是风 慧海禅师 就往生以后啊 就给他一个法号 顶 七首何难呢 七首就是顶礼了 何难就是何掌啊 顶礼又何掌 十方诸佛 诸大菩萨众 弟子 就是指大诸和尚啦 说今作此论啊 恐不会胜心 会就是契合 恐怕 自己啊 智慧不够 没有办法啊 契合 圣心 圣心 佛的心啊 愿是 忏悔 愿求忏悔啦 诺会 圣礼 圣礼就是 无声涅槃的庙礼啊 如果也 契合了 佛的无声 涅槃的庙礼 尽将回师 一切友情 统统回向啊 一切众生 愿以来世 尽得 成佛 问 一修合法 即得解脱 要修什么法 马上 立刻 就能解脱呢 这个就是佛弟子 大家所希望的啦 大家都想解脱 大作和尚 就这样 自己问 自己答啦 修合法 才能立刻解脱呢 答 唯有 顿悟一门 即得解脱 云和为顿悟呢 顿者顿出妄想 妄念 悟者 悟无所得 无所得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妄念出不掉啊 不了解 妄本空啊 一直在假象里面打转啊 要顿悟 就能顿出妄念 悟呢 就悟无所得 所谓无所得 就是包括这个身心 世界 都是如来藏 妙真如心 所引现出来的 小圣 讲无常观 讲元启观 这个 都有次第线 还有观照 大圣讲中观 不着空 不着有 就是中道 究竟的捏排妙心 他就说 万法唯心限量 万法都是心所引现出来的 当下的量 没有实体可得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法的假象 就是我们清静心所引现出来的 你如果往外一直追求 刚好恰恰相反 因为能所能攀岩的心 所攀岩的境 通通不离毕竟空的法界 你从这个法界追求到另一个法界 法界是绝对的 没有能锁 无所得 所以无所得 就是身心世界 整个宇宙 同一个空性 这个世界 不管你怎么搞 好 通通通叫做毕竟空 问 从何而修 从哪里下手呢 答 从根本修 做一下笔记了 这根本啊 要写几个字 叫做不生不灭 清静 真都自信 这个就是根本 从佛自己证悟的每一个人的自信 清静 这个下手修行 才是真正的根本修行 从根本修就是 从不生不灭 从不生不灭 每一个人的清静 真都自信 修行 不可以用意识心修行 所谓意识心 就是我知 我见 我慢 嫉妒 分别 颠倒 这个就是意识心 这意识心 但是呢 世性 周遍法界 意识本身不可得 同时这个体不变 也不离当下 简单讲 你分别的当下 不分别 就是清静心 你执着当下 惯法 禁舍的 也不离开本处 那个就是心的本体 你现在执着 很痛苦 你现在贪嗔之 很痛苦 你哪里可以找到佛性呢 就在同时体悟到 贪嗔之不可得 那是因为你妄动 妄直 本性就显现 不用找 不用找 从根本修就是不用意识心修 用真如自信修 第四页 银河从根本修 心是我们的根本 怎么样知道心是我们的根本呢 是银河之心为根本 能切经这么说 我们有讲过能切经的大纲 心身即种种法身 心灭即种种法灭 注意听 这个心身就是妄动 妄念 执着 妄念 分别的妄念 颠倒的妄念 只要一动到这个念头 妄法好像有那么一回事情 就种种种法身 这种种法就是六根六四六成 一十八戒所建立的万法 叫做种种法身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起心动念 就是三界六道所显现的万法 就统统跑出来 好像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爱 或者好像有一个人给你恨 或者好像有这个金钱给你追求 名财色名十岁 好像有这种东西 好好的冷静一下 原来这些通通是妄动 本性没有这种东西 那要是心灭即种种法面 要是这些妄动的念头灭了 这万法本来就是一心 原来万法通通是清净心 所以众生不能证得佛 就是因为妄想颠倒执着 唯摩洁经这么说 欲得净土当净其心 诸位啊 我们现在多少人都在念佛啊 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啊 可是并没有办法掌握修行的根本 要在心地上下功夫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能够在心地上下功夫 没有那个净土的因 随其心境即以佛陀境 所以这句很重要 因为你心清净你敢得的果报就是净土 那夜感延起吧 你下什么种子你就一定会敢得什么果报啊 我下的是心清净的种子 诶 佛的净土就自然显现 不往生都不可能 所以有个人问啊 是师父我能往生吗 我说问你自己的心 你要心清净 没有一个不往生 所以修行净土的人 尤其重要这几个字 欲得净土当净其心 随其心境即佛陀境 我们每天在念佛 但是贪嗔痴不除 骄傲狂妄嫉妒 攻击 诽谤排斥 但是这个恶劣的心不除 虽然说是我们修净土 可是大大的违背诸佛的净土啊 要往生净土 它要有条件的呀 这就是心净哦 仪教经这么说 但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就是修行要钻 那我们呢 要广学多文 可是呢 要一门深入啊 你要钻 至心就是钻啊 就像今天呢 诸位如果情神贯注啊 好好的听 也绝对是获益匪浅啊 精云 圣人求心不求佛 为什么 心就是佛嘛 你不要以为极乐世界 可以离开我们这个法界的心 不可能的呀 圣人求心不求佛 是心做佛啊 不是外面的佛啊 愚人求佛不求心啊 大仪师的人啊 每天呢 求外面的佛 却不了解 这颗心 绝 就是佛 不知道 智人调心 不调身啊 愚人调身 不调心 这很重要的 并不是说 这个 有智慧的人 不重视这个身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两者在强调 这个是站在强调的角度说 有智慧的人 他重视这颗心 时时刻刻 都在降伏这颗心 而不是说 像一无邪讲话 八十八佛也拜 十方三四佛 三千佛也拜 身体很恭敬 怎么样 可是心远易麻 妄想一大堆 烦恼来 断不了 洗起来 除不掉 愚人调身 不调心 这个愚痴的人 就每天都在 调这个身 不了解万法起心 起心动念 才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 佛明经这么说的 罪从心身 还从心灭 为什么 比如说 你想要杀一个人 你一定会起一个不善的念头 还是从念头开始 因此法力 也是在调查 动机是什么 你的动机 你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你犯法的动机 比如说 哎呀你开车 不小心 撞伤人 诶 诶 诸位 这个实在是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无心的 谁愿意说故意去开车撞人 但是如果那个人跟你有仇 你开车故意冲撞他 这个罪就不一样 叫做蓄意谋杀 这个定罪 就会不一样 他是你的仇人 你明明知道 他在路上走 你明明知道 他没有违背 违规交通规则 可是呢 你就从开车 从背后 硬把他撞死 这个重新结罪 我看了这一句 我说佛真了不得 我以前 小学三年级 我们到 因为家里很穷 到中央市场去买菜 去捡菜 不是买菜 捡那些人家不要的 没钱 想吃一点水果 没钱 我有一天小聪明 我就跟 那个 朋友跟他讲 说旁边有在卖这个龙眼 说你注意看 那个龙眼 你不要抓那个绳子绑 一捆一捆的 你要抓那个绳子 没有绑的 知道吗 他说 为什么 我说告诉你 你抓到这一捆的时候 就跑 通通不要转头 知道吗 他说 哦 知道 然后 跑几步 就抓一把 丢下来 他说 那做什么 我说 我会从后面捡 他就抓了一把 那个老板就说 哇 小徒 这个小匪 托我们的龙眼 他就 哦 听我的话 很听话 因为为了要吃龙眼 就 他就 抓一把 托 嘿 边跑 边丢 边跑边丢 我就从后面 一直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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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 我们那个小弟啊 刚好手放掉 通通没有龙眼 他转过身来说 你偷我的龙眼 我说 你看到我偷你龙眼吗 我说 旁边人 你看 我有偷他的龙眼 他说 没有这个弟弟在地上捡的 抓到 那个人也没有龙眼 他说 你偷我龙眼 他说 没有啊 我现在 你有什么证据啊 双手空空的 他说 我偷他龙眼 我说 你有什么证据啊 我在地上捡的呀 嘿 嘿 以前啊 觉得自己的智商还不错 想吃龙眼 还想一套出来 后来啊 看到啊 这个佛经 哎呀 重新结罪 不从四项结罪 哇 很后悔 啊 今生今世没脱过东西啊 第一次脱啊 为了吃龙眼啊 哎 糟糕糟糕了 哎 后来啊 哎 看到了这个佛经啊 才知道 这个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卖龙眼的啊 不晓得活着没有 可能早就死掉了 也没有地方去 去陪 后来啊 我在早晚课啊 有跟他回想 啊 我说啊 我 跟你诵经 哎 不识一点 算是我小时候 十一岁的当年 年幼无知 跟你脱龙眼的 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说 中央市场卖龙眼的 那个男人 那个老板是男人 不知道他的名字啊 啊 就偷这么一次 佛菩萨请你原谅我 哎 所以说呀 看了这个佛法 就知道 哎呦 我们的起心动念 固执 善恶一切 皆有 自心 所以 心为根本也 若求解脱 则先 稀释根本 要求解脱 一定要先 了认识 我们不生不灭的 真如自信 这个根本 若不达 此理 稀非 功劳 以外向求 无有 是处啊 诸位 呼叫的 严重 通通 在向求 这个就是 今天 最严重的 弊病啊 每天 也很用功 找课 每天 也很用功 晚课 回来 下班回来 拼命的诵经 很好 内心的烦恼 解决没有 没有 没有 通通在外向里面求 无有四处 这根本不可能成佛 根本不可能解脱 解脱是由心 怎么在向呢 那在诸位 说那我以后不要诵经 不要拜八十八佛了 我跟你讲 诵经经典 有什么故事啊 其爱你诵呢 是不是啊 好好的诵经 不要忘记 心性的功夫 禅门经这么说 禅门经这么说 于外向求 虽经 皆数 终不能成 就浪费生命啊 凭使命的 想要修行 可是呢 永远没有办法 于内 接关 如 一念起 急正 菩提 于内 接关 就是 你只要 回光 返照 好好 注意你的 起心动念 你今天的 清晰 在你的 起心动念 你的生死 在你的一念之间 会用功一念情 不会用功百千节 问 父修根本 以合法修 是用什么法来修呢 答 为作禅 禅定 即得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 大诸和尚这里的作禅 跟你想象的作禅 完全不一样 看下去 禅门经 这么说 求佛 圣志 要及禅定 重要的 就是要禅定 若无禅定 念想 宣动啊 就是我们这个妄念啊 困扰 喧哗 一直啊 妄动 坏起善根啊 我们因为作像 设起了这个假象 变成影像 我们就一直在影像里面 回忆 打转 业障就一直现前 譬如说你恨一个人 使之不放那个恨意 就业力就一直转动 一直转动 坏起以善根啊 我们一了悟 百年后 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 恶念就息 你拼死命的要伤害对方 记得这个无常法的事件 有一天已经会消失 你不但伤害不了对方 自己中了无量无边的恶业 主耶 这个世间的输跟赢怎么来来论断呢 两个人争吵 这个人争吵 赢的人 只高气昂啊 赢得烦烦恼恼 输掉什么 输掉清静心 两个人争吵 这个人输了 输得心甘情愿 能够忍受 他却赢了 赢了什么 赢得了真如自信 输入不动的真如自信 赢跟输 怎么来论断呢 世间就是争吵不休啊 尤其我们 台湾现在正在选举啊 你可以看看啊 那个新闻报道啊 没有停过的啊 没有停过的 问 银河为禅 银河为定啊 什么是禅 什么是定 打妄念不生为禅啊 妄念不生 诸位啊 妄念不心啊 旁边写四个字 打妄念本空 不用除 除掉妄念 就坏了 我这个知识起来 我一直想要把他搞掉 除掉他 完了 错误 妄念一起来 赶快觉悟 放下他 诸位修行方法要对 妄念不生 打妄本空啊 不用除啊 妄想一起来 你再除 那还是妄想啊 你妄想一起来 再除 那还是妄想 除不完 方法要正确啊 方法要正确 方法要正确 妄念不生为禅啊 作建本性为定 诸位 这是大座和尚 由身相 来解释心的定相 来解释心的定相 作建本性为定 就是如如不动 就见到了清静自性的意思 那这个作 那这个作并不是说我们端坐在那个地方 是指心如如不动 叫做作 叫做作建本性为定 记得如如不动 不取一相 余相 离相 这是修行的根本 集一切相 离一切相 用本性修行 所以妄念不生为禅 作建本性为定啊 这是用身相来解释 流入不动的心性啊 不是真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啊 本性者 是如无身心啊 无身的旁边写几个字 十方三四一切佛 所共心说 就是无身 十方三四一切佛 都讲同一个道理 同什么道理 就是讲无身的道理 我们众生是每天都在生啊 生就烦恼啊 生就负担啊 生就累赘啊 生就痛苦啊 哎 你生一个孩子 生就知道 痛苦就接着来 教育养溢 结婚这个时间生 记得痛苦就开始接种而来 事业生记得累赘 记得累赘 负担 就来 一直来 重复的压 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两个人优爱 就一定会生恨 一定的道理 世界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永远的赢 记住师父的话 记住师父的话 世间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永远的赢 如果你今天呢 男孩子 穷凶恶极 看起来你赢 女众赤爬爬 赤爬爬 就是很凶啊 一母夜叉啊 很凶啊 恰伯伯了 看起来你赢 诸位 你输得很惨 你的心从来没有在定里面 你的心从来不解脱 在假象里面拼使命打转 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以及你将来知道一定会后悔 不如现在就放下 很快 对不对 我不恨他 感谢他视线逆境给我 感恩他 一个修行人啊 会调心啊 把所有的遭遇痛苦 都用一颗感恩的心 就姐姐 感谢来成就 你说哎呀 师父那个人来赞叹你 我说感恩 说师父那个人来伤害你 我也是感恩 为什么都感恩呢 感恩你的成就 感谢你的消灾 以我心性不争不减 是奴无生心啊 定则对境无心啊 第六页 我们对一切境界不要起心 不要动念 为什么 不存在啊 境界本来就空了 因为通通通是缘起无自信的 本来就不存在的 何脑你这么用心啊 八风不能动啊 八风 利 利就是 哎 有钱啊 得到 这个利益啦 衰 万法是生命无常 慢慢会衰败啊 也不会动摇 碰到立志当头不动摇 碰到衰败的现象 哎呀 这个人突然死掉了 车祸了 心里早就准备好了 因为随时都会发生 碰到这个像衰败的状况 不要难过 因为一定会发生 有人